公司上班 我基本上就是个工作狂 我的孩子是由他们的外婆带大的 我记得我还在喂母乳的时候呢 我那时候在波兰有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说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公司 那时候我打电话给我的女儿 那时候只有一岁 那时候波兰开了最大的一个市场 超级市场 然后我去那里工作 我的母亲呢 每一天会带我的女儿过来让我喂母乳 然后呢我生成了总监 那个超级市场呢 在波兰也越开越多监 所以基本上我那时候呢 仿佛是家里的一个过客 我的生活还有我的工作 15年来都是这样度过的 我在波兰基本上到处去 然后呢在开店 然后管理手下几百号人 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是要管理这样的一个公司 它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能够让我应用在我的生命中下一个阶段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也决定要经营自己的事业 所以过后呢我就下定决心 要为我的人生带来改变 后来呢 我也决定说是时候要改变我的生活 我要为自己而活 因为呢我需要去帮助他人 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先帮助我自己 要先学会爱我自己 你必须要成为最好的自己 才能够成为其他人的榜样 去帮助其他人 在2018年 我有很多的客户 很多国际上的客户 比如说在捷克 我去见了他们 我们正在售卖高价值的产品 收入也高达了基本上几百万 那在我们的季度会议上呢 我也出现了自己的一些健康问题 那时候呢我生的这个病就让我极度的缺乏自信 那时候激素也出现了不平衡 然后体重一度飙升到98公斤 那时候呢 我遇到了这位来自捷克的人 那时候他没有在瑞维 可是他给我介绍了这个产品 我问他你在瑞维都做什么呀 你为什么看起来状态那么好 他说 我在服食这个细胞的这个产品 他没有再多说 他说 他那时候在新加坡 那那时候我的妻子和我的父亲都在服用 那我呢 也留了一套 那就给你吧 他说 我不会售卖给你 不过就给你吧 他说你会喜欢他的 当你来到新加坡的时候呢 我想你就再回报给我吧 所以我想要给各位展示的是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 你可以看到和现在有一些不一样 不仅是外貌变了 那其实想法也变了 这个具体来说是 6个月前 就是2016年的11月 我开始去服用了这个产品 那在6年前的话呢 我需要等待三个月 才能够再遇到 然后在2019年的2月 才和我的三位好友 去到OLOMONET 和捷克的这些领导人见面 来和我介绍 因为这个产品对我来说效果太好了 所以我看到了非常正面的细胞的变化 我也想要了解的更多 那纯粹是出于好奇啊 所以我去到了捷克 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汇报 我就看到了很多的图片 也看到了他们的热情 我就想说好吧 我就去试一下 我想要改变所有的生活上的事情 不管是孩子还是丈夫 当然我不是说各位需要去离婚啦 只是说在那个阶段 我差不多要和我的第二任丈夫结婚了 那时候是有这个计划 那我是他的第三任妻子 你知道我一直希望我的丈夫的肤色更偏向于 嗯就是可能有一像是来自埃及人的那种肤色 就是不是说纯白人或者是黑人的那种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波兰遇到了我的埃及裔的丈夫 为什么我再提这一点呢 因为我们要看比较遥远的一些事情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那我们度蜜月的时候就去新加坡吧 就不去埃及 所以所以那时候四月我们就去了新加坡 那各位在PPT上也可以看到 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放上来 好 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到新加坡 还有几位来自于捷克的人一起为了产品去到了新加坡 因为对我来说我是个生意人 所以这个新加坡公司呢 对我来说震撼也没有太大 它就和其他的公司是一样的 我去那里 在度蜜月的期间去到了新加坡 所以我们去到了David的办公室 那我们说了很多东西 他没有意识到我不过呢 他的妻子就来找我 他说他在我身上看到了光芒 他问我我来自于哪里 他也邀请了我 他说和你丈夫一起来我们家吧 我就去和我丈夫说 我说大家都只活这一次 我们去看看吧 我们去到了David的家 那他就和我们老实的说 他说了自己的故事 也邀请我们再来一次 就是在六月的时候 他说你会看到 亲眼看到在评估这个公司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很盛大的活动 然后我也会在那里 所以欢迎你六月再来一次 去做出这个决定 所以那个时候 虽然我已经登记注册了 这个一新的这个位置 不过我也想说我会回波兰 再考虑一下 所以2019年六月我就来到了波兰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是2019年五月的情况 这个是我在捷克的一个领导 遗憾的是他已经不在了 不过呢 他是第一个把这些故事 这些话题带到我的生命里的人 然后他也说真的是很棒 所以也不要拒绝他 那你要知道说 这个决定是好的 才要下定决心去做出这个决定 他也是让我决定说六月 去亲眼看看Rewa到底是做什么的 所以六月我再一次的来到了新加坡 我带着我的朋友Eva一起 因为呢 她是我认识的人之中唯一了解营销的人 那个时候呢 我对于营销来说完全是个新手 尤其是网络营销 可是Eva的话呢 在Emway已经待了12年 就是也了解这些直销 所以他很清楚该怎么做 所以我需要在这样的一个人 在波兰来叫我该怎么做 所以呢 他和我一起去到了新加坡 那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发现这个活动非常的盛大 因为那个时候呢 他其实是飞马之夜 有两张非常非常大的桌子 大约真的是两万人 那时候我很惊讶 我真的完全不懂自己在哪里 我也不敢相信说 这样的一个公司啊 可以为那么多人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的飞马领队啊 那时候在2019年 真的是开着车到了舞台上的 那时候我也只认识David 真的是开着劳斯莱斯 到了我们的台上 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我对于生意 有的第一个想法 我就问Eva 在Emily的话呢 因为你要知道Emily有60年的历史 所以我想他基本上涵盖了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他很稳定 然后呢收入大概是有90亿 我就想说 Reway 其实收入的更多 Emily有500个产品 可是Reway只有一个 所以我确实看到了他在市场的潜力 所以他完全改变了我对于他的看法 我不是说需要Reway来活得更好 我在财务上没有很多的压力 只是说我有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问了Eva 那在Emily呢有多少高阶层的人 他说不知道大概5到10个吧 我就想说 我和他说 那我们来算一算 因为我们现在有两张桌子 那大概呢 是有367个穿着白衣的人 然后呢 我就说Eva 这间公司只有11年的历史 可是呢 那些高最高等级的领导人啊 已经有367个人了 他们的收入最少是有几百万新币啊 可是却只有一个产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经济上 财务上的惊人之处 所以呢 我在我以商业的角度 经济的角度来看待他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机会 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可能真的会发展的很好 因为今天呢 在亚洲呢 他11年的历史 他也发展的如此之快 所以我想说他在欧洲 他会更快的复制这样的成功 我们呢 不需要说等到11年 才有300多个领导人 对吧 那在6月的时候呢 就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情 那在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呢 我们在第二天呢 有给这些欧洲的领袖提供了培训 然后是他们说的是英语 然后会翻译成这个杰克语 然后Coudia on 上台演讲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 那当时呢 那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那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 他跟我介绍我们的公司的这个标识 他说 他说 他就把它称为 呃 翅膀中的翅膀 然后我就真的感受到了 我是完全被感染了 对我来说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当时的演讲大概一个半小时实在不可思议 而他说的话让我印象深刻 然后我就开始学习他所说的话语 然后我就开始学习他所说的话语 那对我来说呢 那如果我能够真正了解这些价值观 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接受新的价值观之前呢 我必须先平气旧的价值观 当时呢我跟一个男人呢 有一个不是很好的一段感情 我们有一个女儿 呃 基本上呢我是挺快乐的 但是当时我在企业的工作呢 有非常高的这个压力 但请相信我 这是很大的一个压力 那当时呢我呃就被当成一个数字 在工作的时候就必须满足很多的这个数字的要求 那 因此呢我要拥抱这个新的价值观 因此我必须首先先平气我旧的价值观 这个公司的这个标识呢 呃是一个有翅膀的一个标识 那我相信 公司的产品跟他的标识是无法分割的 那 那我非常这个喜欢这个公司的标识 那 有 有一天我就分享这个 reway的这个健康主题 那我就说 我必须去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课题 那我发现 我我我当 因为我之前呢我 是挺叛逆的一个人 我喜欢欺负我的员工 我要去我我我会去榨干他们 但是呢现在呢 我要开始去学习这个亚洲人的谦卑 对 要怎么样有对的思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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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就有深入的了解 如果我要成为飞马 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飞马 要有是有翅膀的飞马 那 那我就必须去了解这一家公司 那两年前呢 那 那我就穿了这一套白色服装 那飞马在这个公司里面是意义非凡的 是有代表性的 那 那我想跟你分享一个一个个人的故事 那 以前呢我有很多的健康问题 那 那当我使用这些产品以后 我的荷尔蒙也开始平衡了 稳定了 然后大概一年前吧 我发现到 我的荷尔蒙 嗯 嗯 发生了一个 癌症的一个问题 有这个流血的情况 呃 就是一个 经期 会持续 然后 无法 停经的 呃 停止这个月经的一个情况 那 这个 呃 红雪球 也会降低 当时呢 我就经历了 这个情况 啊 那我就 翻 我四肢五粒 那当时同时呢 我也想在 呃 立位 活跃起来 因为在去年的二月份呢 因为在新加坡我开了第二个分行 那我 出席了 这个 开幕里 那我就听到了这个老板 呃 特丽姆的演讲 当他 上台之前呢 那 那 前一晚呢 其实我无法 入睡 Yes 因为 当我 来到亚洲的时候呢 那 我在 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当时呢无法适应这个时区的变化 那我听了他的演讲以后我就马上把他发给我的这些领导 因为他的演讲太棒了 他说我们要成为一个高贵的人 我们必须每天看着镜子 问我们自己 我们还能在哪方面更加精进 我们要怎么样成为更好的自己 每一天都必须这么做 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 那 当时我听了以后就有如目穿风的一个感觉 那当时我认为我们的老板跟Claudia呢 他们是好像神一样的存在 他说我们要疯狂 因为这就是瑞卫的真实的一个精神 那他他太棒了 但是同时呢他也是一个疯狂的人 对我来说 那我从新加坡回家以后 我想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的健康不允许 他们必须去去到香港 因为有瑞卫的另一个活动 那他就问我的健康情况如何 那其实我已经禁院好几次了 那我当时有很严重的这个流血情况 那看了就问我 他怎么 他可以怎么样帮助我 那 那我记得 Dr. Lim呢 会给我们分发三频的这个Porture 那我就跟他要了 一些的Porture 那他就希望我的健康那个好转 所以那个时候呢 是Kettle 他 他很少会 他很少会找我 因为呢 我的英语 没有办法真的和他沟通 因为那个其实很奇怪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Niko会和我妈一起来找我 Niko就说 你知道吗 我会早些下班 然后呢 对我来说 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Kenneth就打了给我 我那时候呢 从窗口看出去就看到了两个穿西装的男人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拿着那个产品 我也收到了 Kenneth 还有 她的祝福 她也希望说 我接下来的健 能够 活得更健康 我就想想 她不远万里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向我展示说 她真的 有看到我的情形 这就是reway 在这个活动之前呢 Kenneth也带着 鲜花水果来看我 她问我 他们能为我做些什么 今天呢 我可以和各位保证的是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2019年去曼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呢 所以那个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人在台上说话 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只是很仔细的听他说话 那一瞬间 我仿佛和他相连接了 真的 我才知道 后来才知道是Solace 谢谢 真的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才真正决定说 要在reway 采取行动 后来呢 我就达成了 凤凰的这个阶级 所以那个瞬间 对我来说 是极为重要的 reway是一个 非常非常特别的公司 在这里 你想要的 是能够真正达到的 当我那个时候 经历很多迷茫 一直在挣扎 我在这里开启了我的旅程 所以他们也能够 在波兰有这样的产品 也就意味着说 其实一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像是要偷渡一样的 把产品 放在我们的行李箱 带过来 就把它放在我们的行李 然后托运 我们会带 大概是70瓶的产品 带回来 把所有行李箱的重量 都花在这个上面了 我们像是 拿着真的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需要向世界展示的东西 有些人呢 叫我们偷偷客 有些人呢 甚至会想说 你有没有想过 被抓的时候 会是什么后果 那不带这些东西啊 可能你也不需要 在行李上花那么多钱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的丈夫是埃及人 所以呢 当有一个人 他的肤色不一样的时候 那他其实 更有可能说被检查行李 所以我们呢 会让我的丈夫先过海关 他带着五个行李箱 就是看起来啊 可能比较可疑 那我们呢 就跟在他的身后 像是旅客一样 那海关呢 就会问我的丈夫 就说 为什么你带着五个行李箱啊 他说 因为我是穆斯林嘛 我有五个太太 那我就带着他们 所有人的行李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也很幸运 我们真的是 做了很多的努力 然后去了解说 在亚洲 这个产品的评价是什么 然后要如何把它应用在我们 波兰的这个市场上 那那么多年来 我们得到越来越多的这些证词 那最最开始的一年半呢 我赚到的所有的钱 我都把它投资在这些材料上 然后呢 就在那个时候 疫情来袭 我们大家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 我们没有办法呢 去把亚洲的经验应用过来了 我们也没有了产品 我们把最后的这些产品啊 真的是给到了最有需要的人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 因为V位 于我而言 他是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中出现的人 当你去提出这个需求的时候 他确实能够帮你实现 所以这个公司 他是极具这样的潜力 能够在这个过程中 为您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困难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在曼谷去演讲的时候呢 他那个时候有另外一讲者 他一直在说 要给你自己三年的时间去相信公司 那其他的讲者呢 也是这样说的 这个想法对我来说 其实很重要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说 我要相信V位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去经营的 不过 你的努力在这里 是能够看到成果的 你可以在任何市场跨过任何的障碍 哪怕我们只有一个产品 你可以说他正在席卷全球 他是一个经济上的重大现象 他并不会因为文化而出现差 这个区别 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奇迹 你可以在这里得到所有你需要的工具 你只需要打从心底的去爱他 去经营他 你就会迎来成功 这个市场的潜力 是取决于您自己 是握在您自己的手中 还有您的态度上 你要怎么去应用他 是完完全全取决于您自己 如何去开发这样的一个潜力 因为你不用担心V位 V位非常强大 不管从任何的层面上来说 皆是如此 他是完美的 我之前也和各位说了 这个公司呢 他带来了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世界 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呢 我都可以和您承诺 你会得到 大家记不记得那种全心全意 渴望得到一样东西的那种感受 那在这里呢 你已经准备好 能够去得到他了 我待会会再提到态度的部分 只是大家要记得 要相信V位 如果说 我一直以来都很怀疑自己的话 那我是不是能够达成任何的成就呢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 在1月16号的时候 我们开了一个全新的这个分行 我们真的很感恩各位在波兰的这些领导 我那时候一直希望说能够达成天龙首席的这个荣誉 Kenneth那时候来找到我 他说能够达成这个等级 然后我也真的是很感恩很开心 我一步一脚印的达到了今天的这个成就 所以我们预计说可能每一年我们都会到处旅行 比如说会去到日本 新加坡我真的是毫无怀疑觉得它是全世界最棒的城市 其实那个时候呢 我问我自己我要怎么爱上说一直去东京这件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在东京举办了这个表彰大会 表我们的表扬大会 他基本上呢 带来了我们的领袖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 他提供了一个平台 在2019年 那时候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是呢 我能够感受到说 他们在推动我 还有我和我一起的20个领袖一起达成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我在想说 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到迪拜 不过那时候啊我也不太敢想 不过呢 后来当这个活动真正的在迪拜举办了 我像是梦想成真了一样 那昨天呢 我们在波兰有一个小小的庆祝会 大家去了墓地去拜访 去纪念那些对他们来说珍贵的人 在我们那边呢 11月的1号和2号呢 是要和已经去世的亲人一起过的 所以呢 我见到了很多很亲的朋友 那个时候我就和自己说 也许啊 我应该去某个地方去好好的休息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给我看到了这个马来西亚活动的海报 所以你看每一次当我想要去到一个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Rewi就在真的是这个地方举办了一个活动 举办在了一个我想要去的地方 这也正是为什么态度其实很重要 因为你会看到说它其实真正的在你真的很渴望一件事情的时候 它是真的会发生的 当这个念头开始出现在你的脑海里的时候 它慢慢的会在你的生活中成真 这也正是我的情况 我呢越来越频繁的来到亚洲 然后去见识到Rewi给我带来的文化差异 如果你很爱旅行的话 那我可以向你承诺的是 在Rewi你可以环游世界 那在迪拜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就学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波兰的这个品牌啊 会发展的更大 这个是我们之前啊 在新加坡的这个荣誉领队之业 他向我们证实的是你可以在这个公司遇到那些重要的人 去和他们交谈 这个就是Rewi 今天呢你可以在这个现场看到我们所有的管理层 这是不是真的很棒 所以很感谢各位每一次都和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呢 其实在这里也带来了所有的我们在波兰的领导人 所以相信我Rewi真的正在塑造您的态度 而当你发掘了自己隐藏的这个潜力之后呢 它就会是更棒的 因为你会意识到说自己有多强大 你还会和朋友去分享 当你真正的能够成长到羽翼丰满 我可以和各位保证的是你会永远的记得这一刻 因为他向你展示的是你可以如何去对他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去改变他们的生活 在波兰 那我们呢 我们一直在做很多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去抗争 我们其实要做的其实就是关注产品 而不是去经营我们的业务 我想 不是很多的国家可以说我们完完全全集中在产品本身 那就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些产品 还有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功效 那我非常的感谢他 那当然有人为着这 他们感谢你 因为你告诉他们这个产品的好处 那因为你 因为你 你帮 让我能够重新的走路 那我已经 从GP中痊愈 这是非常珍贵的 那如果你从你的领导 收到你领导的电话 那我从 Eva给我打了电话 他帮助了一个年长的一个女人 他是一名演员 那他当时的生活 结局 经济结局 那最近呢 他的家 经历过了装修 那他就告诉我 谢谢你 因为我现在已经做到我以前 我30年 之前30年所无法达到的事情 就是我装修了我房子 那因为你把我带到新加坡 你给我展示了这个机会 那我可以 有更好的未来 那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 那这就是 让你发光的机会 让你建立自己的机会 那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这是我的梦想 我要上到舞台 那这些 归功于我的团队 那 有不同的梦想 但是我要告诉你呢 你必须 让你的理想 梦想 发光 你可以 把它画出来 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因为 利未呢 就是有潜能 在每一个地方 在每一个市场 去发光 他们会教导你怎么做 你只需要去聆听 那你就会知道 要怎么样往前迈步 那 那你 知不知道 这个 女性内衣的这个 Triumph 品牌 他们决定进到 非洲的市场 他们要打开 这个非洲的市场 那他们去到这市场的时候 他们就打给了他们老板说 老板 这的人甚至不穿内衣呢 但是呢 Triumph 并没有放弃 他们就 呃 派了另一个代表 那这个代表呢 就去到这个亚 非洲的国家 他就是去寻找 他就回到酒店 他说 我要 呃 我们的产品 呃 用两个货柜运过来 因为他们完全不穿内衣呢 那这儿 因此呢 在同一个市场里面 两个人 有不同的这个思维 其中一个人 呃 他们说 那如果在欧洲 你认为 如果要介绍 呃 呃 别人不知道的品牌 你认为是否容易呢 因为他们都知道 可可可乐 呃 奔驰 等等的品牌 但是呢 如果你要 介绍一个 没有人知道的一个 产品或者品牌 你是 那你认为是否容易呢 那我告诉你 那市场呢 是关于 供应和需求 那如果你 喜爱你所做的 那你每一天呢 都会努力的工作 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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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投入 包括我们今天 每一个的这个 这个演讲者 如果他们所说的是 让你印象深刻的 就把它记下来 把它变成你的一部分 那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呢 都有它自己的意义 因此呢 你经历的每件事情呢 你都要带着这个 呃 那自己的原因 每一件事情 都有因果 那每一件事情呢 都会有一个 呃 因果的这个效应 那如果你要被爱呢 你就要先去爱人 就好像 看着一面镜子 你要对着镜子微笑 那你就会在镜子里面 看到一个微笑的人 那这就是我们 所处的世界 如果你要一件事情 发生 那我们必须 先采取行动 那 那 如果你想喝一杯水 你不可以只是 看着那一杯水 你必须采取行动 把它 喝进嘴里面 所以呢 每一天 你都要提醒你们 你自己 我们不能够 呃 完全 什么都不做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才会有事情发生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才会有收获 所以 如果你先去努力 你就会有收获 如果你要去 呃 被爱 那你就首先要去爱人 那 比如说 有一个人呢 他跟我说 我的伙伴呢 从来不告诉我 他们爱我 那其实是因为 他自己先没有告诉别人 所以呢 一天 我们就不断地去告诉你的伙伴 你爱他们 呃 一天十次 你是我最宝贵的 这个 呃 人 你是我 人生中最宝贵的经验 那他们也会给你相同的回报 如果你对人微笑 要尽管那个人很生气 那他们也会给你微笑 给予回报 那 比如说 我们的 他们在 他们在传达的就是 要爱你的灵舍 如同爱自己 那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呢 你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就会有很好的事情发生 那我的时间到了 那 但是我有一个梦想 那我曾经出席 在波兰出席 这个安特尼 艾威斯的活动 那 我的女儿就给我买了一本书 然后他就是说 让你 你里面的巨人书行 那我要你 去善用这个 前置 那当时呢 这个活动 有什么 一万五千人出席 那 这位演讲者呢 就站在台上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有一个 在 摄影师 我想跟你们拍一张合照 那这也是我要 这是我要达成的 另外一个梦想 Jaden和David 他们在 Dr. Lim的家的时候 那我就问他们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然后再让老板 来邀请我去演讲呢 那他们说 我要成为飞马 那我就成了飞马 但是呢 但是呢 当时有一点迟 那现在呢 请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我们的老板 邀请我 所以呢 那我们明年呢 我就要成为飞马 我不要做 当然我要为自己达成这个梦想 那请记得 如果你要影响其他人 你必须先爱自己 你必须先成为自己最好的一面 让其他人看见你真实的一面 那 他们才会相信你所说的话 不仅仅是为他们推荐这个Reway的项目 他们有兴趣的是你 所以让你内里的这个巨人书席 你是最棒的 你是无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 你在这儿 因为这就是为你所设的一天 谢谢你 我们顶峰相见 谢谢你